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黑 今天我们是来华强北这里选ipad啊 比较经常有人问的ipad价位就是在1000多2000多 差不多这个价位的ipad 然后有些兄弟他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去选这个ipad 因为他不像我们说整天都在接触这些数码产品 所以就拿我们今天挑选的这个2019的ipad来说 现在其实201720182019这几个ipad型号都是差不多都在1000多这个价位的 都是比较平民款 而且他的性能也是够用的 然后ipad2020为什么不说是因为他的货量比较少 这个是ipad系列啊 你们要分清楚他不是ipad air或者是ipad pro 他这个ipad系列就是苹果官方推出的基础款ipad 主打的就是一个日常使用办公学习 但是如果你有高性能要求的话 那就不建议你去入手这个系列 今天这个ipad 2019插卡版128g是在市场15拿的 你们觉得贵不贵呢